几天前 异常罕见的太阳风暴席卷而来 所有电力系统都受到严重影响 全球陷入停电状态 电子设备全部失灵 人们无法上网 大家被迫活在黑暗中 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一开始 人们还因为找到 回归原始社会的感觉异常兴奋 亲朋好友汇聚一堂 连夜开着派对庆祝 直至几天后 问题的严重性逐渐暴露 或许是因为太阳风暴影响了磁场 人类丧失了睡觉的能力 就连昏迷多年的植物人都苏醒了 大家开始陷入恐慌 但吉尔却觉得这是绝佳商机 他是退役军医 知道此刻催眠药物的重要性 他立马来到医院 准备偷取过期安眠药贩卖 可要还没偷着 一名士兵就闯了进来 拿枪指着吉尔 还好以前的同事走进房间解了威 他告诉吉尔 事情远比他想象的糟糕 现在任何的外力都无法让人入眠 如果再找不到办法 恐怕几天之后人类都会走向灭亡 此话一出 吉尔连忙赶回家 因为他知道 现在能够睡觉的人有多珍贵 而现在自己的女儿恰好就是如此 就在一天前 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 自己开车分神导致车火 女儿掉进水里 窒息了一分钟 从那之后 女儿反而能恢复之前 正常睡觉的状态了 可急匆匆回到家 吉尔就发现女儿不见了 原来此时的女儿 已经被奶奶带到了教堂 人们因为睡不着觉 又找不到解决办法 只能将信念寄托于神 可神真的存在吗 这里的人们全都三天没睡 情绪几乎都已经游走在了崩溃的边缘 牧师极力地劝导大家冷静 可人们看待女儿的眼神 却从羡慕敬畏到贪婪渴望 最后再到愤怒失智 他们想将女儿献祭 从而获得解脱的办法 其中一个疯狂警官 甚至高喊出了 杀死女孩的口号 接着一个稍有理智的男人出现 男人说要把女儿送进研究所 这样才能拯救所有人 可话刚说完 他就被身后癫狂的警官一枪毙命 女儿赶紧逃跑 整个教堂也乱做了一锅粥 失眠还不能玩手机有多惨 三天前 一场太阳风暴席卷地球 全球陷入停电状态 电子设备也统统失灵 奇怪的是 从那天起人类也集体失眠 连日不断无法入眠 终究是击溃了人们 他们开始在街头打杂 甚至开始互相残杀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一周后 全世界的人 要么因为睡不着觉而困死 要么因为大脑失去自我控制 从而走向灭亡 人们开始恐慌起来 吉尔带着儿女 从教堂疯狂的人群中逃了出来 打劫了一辆老爷车 准备去往研究所寻求军方帮助 失眠56小时 他头痛欲裂注意力无法集中 儿子也变得极度敏感 马路上到处都是撞毁的车辆和尸体 只有女儿在憨然熟睡 第三天 母子三人抵达了一个图书馆 吉尔让儿子待在车上 自己和女儿进去找份地图 可刚进图书馆 他就开始教女儿如何使用手枪 因为吉尔知道 自己坚持不了多久了 他必须让女儿尽可能多学些生存技能 可女儿却被吓得哭着跑开了 这时 儿子突然走出来 质问他为什么要朝自己开枪 可儿子不是一直在车上吗 失眠69小时 他已经出现幻觉了 差点失手打死了自己的儿子 就在吉尔和儿子研究路线时 停在屋外的车却被一个囚犯开走了 因为警察神志不清 现在满大街都是被放出的囚犯 吉尔和儿子正被他们团团围囑 就在此时 刚刚开走车子的囚犯 竟然又回来救了他们 世界末日 四人结伴前行 很快他们到了一个营地 但这里的人像是疯了一样 开始攻击他们 甚至差点挟持了吉尔 幸好关键时刻 女儿按下油门带他们逃走了 车又开了几个小时 他们看见了黑暗中的一点光 吉尔知道研究所到了 母子三人下车 把车留给了逃犯 经历过生死 他们已经成了朋友 为了安全 吉尔决定自己先去探路 他溜进研究所 看见了一个和女儿一样 能正常入眠的妇人 可那名妇人已经被试验研究 折磨得不成人样 吉尔打算把他救出去 他希望如果妇人能活下来 能将女儿抚养长大 但前同事发现了他 他告诉吉尔 很快所有睡不着的人都要死了 现在大家都在靠药物维持精神 吉尔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 据权威研究表明 人类失眠两天 会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 失眠三天 会出现幻觉和行动问题 失眠十天 将会器官枯竭而亡 此时的吉尔 已经失眠了六天 他来到军方研究所 看到精神异议的士兵 以为已经研究出了失眠解药 可前同事无奈地告诉他 他们只是依靠药物维持精神 吉尔失望地走出研究所 可就在此时 他却发现原本儿子女儿停留的地方 已被士兵包围 他想赶过去营救 却被暗倒在地 就在士兵准备开枪时 女儿突然说 就这样 女儿被带进了研究所 医生给他展示了一只 被切开头盖骨的黑猩猩 原来当人类失眠后 动物反而睡得出奇的香 所以医生抽取了 星星的脑挤叶用来研究 接着就该抽取女儿的了 可这时 基地里的人都出现了幻觉 有人说自己看见了无数蜘蛛 有人拿着枪胡乱扫射 吉尔也看见儿子要杀害自己 可他还没成功 就被一些士兵带走 接着又有女兵突然自杀 基地瞬间乱了套 吉尔趁机跑到了实验室 就出了女儿 然后就带着他去找儿子 儿子因为幻觉 割开了高压电线 一不小心就被电翻在地 见到哥哥出事 女儿赶紧去实验室 取出起搏器想救活哥哥 可混乱的情况下操作不当 一家三口都被电晕过去 第二天 世界恢复平静 吉尔一家也醒了过来 他们哭着拥抱庆祝劫后余生 一个士兵却拿枪对准了他们 幸好吉尔哭着哀求 士兵才放过了他们 一家人准备逃出这里 可七天没睡 吉尔早已筋疲力尽 看起来已经瀕临死亡 这时女儿看见了 昨天就哥哥的起搏器 突然想到 昨天哥哥的心脏也停跳过 所以现在能正常入睡 就像自己当初落水 导致休克一样 或许只有让人先失去知觉 才能让他们恢复睡眠 于是兄妹俩将妈妈带到了河边 打算用溺水来让她失去知觉 可这样真的有用吗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无眠觉醒》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